关于联盟第一人的这个话题,球迷们从来没有停止讨论过,虽然每个球迷心中都有自己心中的最佳球员,但是同时在球员联盟中的第一人却只能有一个,就像你喜欢欧文,但变不妨碍你承认詹姆丘是现在的联盟第一人,那么联盟第一人的评选标准是什么呢? 抛开必须有的运用欲不谈,联盟第一人还要拥有并球迷和球员都心服口服的带队能力,除此之外,他也能承受外界球媒体给他带来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能做到稳定发挥,甚至有超神表现,越独以来,只有真正做到两眼的球员才能成为同时代联盟的领袖,如乔丹,佛比以及现在的詹姆斯,随着如今老一辈的球员年龄越来越大, 在联盟提将迎来更新换代的同时联盟第一人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因为詹姆斯接下来几年内的趁机水准肯定会慢慢下滑,那么时将会继承詹姆斯的位置,成为联盟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呢? 之前乔丹和托比在接受采访之时,都谈到了这一问题,而令人痴惊的是,这两位吸入的MDA第一人就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他们没有选上赛季的MDA比杜兰特,而是认为马特队的新诚罗纳德将成为詹姆斯之后的联盟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罗纳德在场下的亲吻少,但是他在场上的职业精神和能力是球迷们都所承认的, 詹姆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达自己,对于这个年薪后辈的欣赏之意,科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没能和詹姆斯完成二单VF24的交接,但詹姆斯在14年和罗纳德在总协赛有过最直接的对话,而罗纳德凭借着自己扎实的防守以及出色的发飞拿下了那年的FMVP,得到了詹姆斯的肯定,而现在,这位低调的面胎少年也得到了科比和乔丹的肯定,从一名球队不想要的选秀球员到替补, 再从三堆球员发展到主力,以至于现在到了联盟超距的位置,罗纳德的生涯十分惨可,而他更是从一个不被外界所看好的球星打到了FMVP,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很很地打了质疑之人的脸,而这也是很多球星以及民族们都肯定他的原因,攻防前面,谦逊低调的莱尔纳德,这是他给人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而在哈登,欧少,杜兰特,库里等人的 从重重图围之下,罗纳德能否成功突围,接过张黄守跟联盟第一人的拳奖,而他是否又会像乔丹所说的那样具有同志力,一切都还要交给时间来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